作词 李宗盛 感谢林佑佳先生的歌曲 再次为现实肤浅的标题 做出杰出贡献 可能更应该感谢李卓雄 毕竟这首歌是他的填词 2013年林佑佳的演唱会 演唱了这首歌 他一个人坐在舞台上 黑黑的舞台背景 一束光打下来 他抱着吉他 舞台下面只有绿色的荧光棒 我觉得这一版的模样 才是我想象中这首歌该有的模样 甚至比录音式的版本还好 另外还有一首歌 每个人都会 是方大同 一首特别棒的歌 他的歌词 以侧面能表达我们这一期的主题 他里面有唱的 爱是两人一张棉被 也是一人一瓶清水 都说对 这个也特别符合我们想要的话题 对 就是他后面那句是 爱是送一百只玫瑰 也是让赤地开花蕊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 就OK OK OK 别太勉强 就OK 就是每一种状态 都是正常的 合理的 每个人都会 每一种形态都可以 就好像我们现实浮浅 就啥都OK 那要不然 把英文名换了吧 对 那一句太长了 我们宣布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把英文名称改成 Just OK 你看多有70 来 一二三 大家好 我们是Just OK 一般说到一个人 最常想到的可能是没有亲密爱人的状态 比如说是单身 人们总在双十一这一天自嘲 说自己是单身狗 但细细地想来 只有单身狗才是一个人的状态嘛 在我小的时候 形容单身用的词语可能是 单身贵族 十几年的时间 贵族都已经变成了宠物 笔记真的庆祝一个光棍节 我感觉好像大家还是在自嘲 或者稀谑地调侃自己会比较多 李卓雄还有一首歌叫做《两个人不等于误我们》 然后这首歌是王力宏的 你觉得也说的也是说得通的 对 我觉得宗旨我们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人 他在任何一段关系里 比如说我一对一自己对自己 还是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亲密关系 还是你身处在职场 你有稳定的同事关系 你有稳定的朋友 这样的关系里面 其实还是在探索 在这么多的人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最陪伴你的还是你自己 有的听友跟我们反馈是说 他们一个人跑步 或者是一个人通勤的时候 我会听播客睡觉前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一个 适合一个人听的播客 然后那天我的一个朋友说 他说我和我男朋友 现在每天上班 然后听着你们的节目 然后什么什么 真的 我说你们俩没有别的可以听了 是吗 我说难道我们不是应该安安静 对啊 他说就是两个人也可以安安静静 我那一刻觉得 哇哦 简直有一种就是双剑合一了 雌雄双骨剑合一了 一加一大于二 一个人的确就是 好像是一个听起来 不是那么欢快的事情 但是又是一种人生 就生活的选择吧 它也不代表就是脱节 之前不有听友给咱们写邮件 就是说说他一直是一个人的状态 单身的状态 对他希望我们聊一聊 就是单身或者一个人 我们其实也有在想这件事情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理解里面 一个人单身或许不是一种不高兴的事情 它也是一个挺客观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种现状 我们这一期想聊一聊一个人 或者是说单身 也或者可以说是独处 与自己独处 其实不是想歌颂 或者是哭诉单身有多悲惨 有多伟大 只是想聊一下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到底可以干什么 高木之子有一个人系列 他画了很多 上大学的时候 他简直就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特别希望我以后能像他一样 一个人去大城市 一个人去旅行 一个人去创自己的事业 然后他的书叫做什么 一个人住第五年 一个人上登经 第一次一个人旅行 后来特别逗 是他变到了一个人住第九年 然后有人问 我就想问问你 怎么都第九年了呢 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出了一本 叫做两个人的头两年 对 因为有很 就毕业之后 你上班很久了以后 就淡淡的 对这一类的漫画 就不怎么看 这一类的书了 得知的信息也停留在 他还是一个人住第几年的 这么个状态之下 前两年我突然看到 我微博手里有人转说 哇太开心了 因为高木之子终于 就也不能说终于 就是说他有一个变化 对 就有一个新的变化 一个全新的一种状态 就是他40岁的时候 结婚而且已经有宝宝了 哇当时我特开心 而且就是他最新的一本书 叫做不再是一个人吃饭了 我那一刻想 对啊就是两个人 不要说什么 不再是一个人领结婚证了 这个一点都不打动人 但他说不再是一个人吃饭了 就特别能打动人 对特别特别的动人 什么孤独的美食家 小五郎 还有独活女子的推荐吧 虽然那一部剧好像不是特别火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主题和他的企划是特别好的 对 他那个主题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这一期也是聊自己的状态 对 哪怕已经有亲密爱人了 但仍然是有个人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这两天在看《国王排名》 虽然他才刚更新了三集 但是他里面情节特别打动我 包括他的片尾曲 我觉得或多或少跟我们今天聊的 有一点点能够相似 就是特别触动我的是 很多人会觉得孤独寂寞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或者是特别排斥 哎呀 我觉得这部剧里面就是 两个特别孤独的人 看起来 别人看起来是会非常孤独的两个角色 因为有一个不是人的 然后他们成为了朋友 可是他们永远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独自一人 一个是小男孩 一个是一个影子 一个独自一人和一个影子的形影不离 然后他说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然后你就哭了 他的片尾曲唱的是 请别再晃为孤独之人 如果你也脆弱不堪 我便和你分享我的弱点 如果你故作坚强 会把你的脆弱融入我怀 请你不要让我孤身一人啊 我绝对不会让你孤身一人 哎呀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一个人的状态 但是孤独寂寂寞它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 它可能就只存在在你人生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你总是会有人伴你左右的 一个人他不是脱节 他就是一种状态和一种生活的选择 你不要把自己就牢牢地拴住在 就觉得不好 特别不好啊 别人说我是 现在又说成单身狗 好像是没人要 要么就是大龄圣 圣男圣女 很注意男女皮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看一看 就是国王排名 是 他真的是两个特别孤独的人 是 而且怎么说 孤独中老好像好可怕哦 就别人说为什么要结婚 有一些人啊 可能会想的是 我不想一个人老去 我希望未来有一个伴 为什么我要生孩子 因为我希望以后有人 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 但其实想起来 即使有亲密的爱人 有子孙 后代有繁衍 仍然有可能是你一个人 孤单的离开 而孤独中老看上去有些可怕 但其实是大多数人 可能需要经历的一种过程吧 一种状态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总是一个人 在练习一个人 刚才动画片里面唱到 请别再换我为孤独之人 我觉得表达的意思 我理解 也不是说 我排斥别人说 我是孤独之人 肯定一个人中间 是有很悲伤的部分 当你不知道去 没有一个人 去分享你的一些情绪 或者自己没有一个依靠的时候 在一些时候 是会有一些悲伤 会难过 失望 各种情绪 甚至会有一些哀怨 但一个人也有很快乐 很开心 很自足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说 孤单 就很惨 哇 你看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你怎么办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的 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它只是你其中的某一个情绪而已 对 相反 我是非常喜欢和开心 开始独居生活 就独处生活 多少人起了婚之后 男的下班了之后 不回家 在车里坐着 打个游戏 听个音乐 所谓拥有自己的时间 女生要是就是知道自己老公今天出差什么的 哇 回家开心得不得了 终于我有一个人的时间了 经常也是有这种时刻 可能在家里面过年的时候 一桌人 你也可能是那个时候是你最孤独的时候 一群人 大家每一个人 虽然看起来都不一样 奇奇怪怪的 但大家想法一样 说到一件事情都很开心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又很好 总归是希望有人陪着你 互相陪伴 一直走下去 但是这跟我们一个人如何自洽 一个人在一个人单身的这个阶段 该如何生活 其实是都应该注意的事情 就是两回事 小的时候啊 就躲在被窝里面听广播 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自己了 然后听到广播里面的那个 就是说的什么话 深夜电台都是我痛哭的时刻 对 就感觉就是躲在被窝里面听 那个叫什么 复读机 还带天线的那种 是 长大了之后 其实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也会怀疑我孤单一个人的状态 是因为我不配吗 就我不配另外一个人 会有这种就是反出的时刻 问自己 我配得上什么 这个时刻很关键 就是你要学会自己能调节的这个点 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关键 不然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 负面的情绪里面 一直都出不来了 对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就是一个人 你比如说你把你们家大灯关了 我晚上的时候特别喜欢关了大灯 只开床头灯 一束光照着自己 整个屋子都是暗的 只有自己一个人 那一刻我也不知道是舒服还是孤单 这种情绪化是有的时候会涌上来 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好 觉得这一刻一个人也很温馨 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一个人特别的空空的 我从小 在我很小很小 还没有上学的时候 我爸我妈去上班 就会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 因为没有人看我 他们就会告诉你 你今天下午就在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平房 是那个炕上 我爸就会在我炕边围一圈 那个布娃娃呀 书啊 玩偶啊 把我围在中间 告诉我 今天下午你就在这里面待着 不要乱走 然后他们就会把门一反锁 因为没有人照顾我 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在家 我想说也是 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人 独生子女大部分都是一个人 对 我反而非常喜欢一个人的状态 我唯一一次觉得一个人不太适合我的一种状态 就是一个人旅行 就跟你刚才说 可能 哎呀 我想分享 但是我身边没有人 我只是在意这一点 所以在 那会儿就是婚礼 当天不是要说饰演吗 我是临场发挥 我就借用了春光乍线那个电影 其实我突然就get到 那个点 就是我结婚之前 我自己去旅行了 但是那一趟旅行完以后 我就再也不想一个人旅行了 我就特别想拉着我爱人一起 因为我想把我所见所的全部都及时地分享给他 所以我在想到春光乍线那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在想如果他站在那个瀑布下 我也多么希望你在呀 如果比如说我前面有一片特别特别美的湖水 我也希望我喜欢的那个人就在我旁边 所以特别矫情 就在婚礼上嘛 然后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说我以后希望我们两个人能永远一起去旅行 哎呀 哎呀 然后也还没想到新冠疫情 哎呀 你看看 左折你们 好多这种作品里面的那种时刻 一个人的时刻 特别的把那一刻给放大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特别正常 我感觉我会把这一期作为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综艺的最深情的表白 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综艺叫我独自生活 它应该已经有1718192021差不多一直在中心着 就怎么说呢 其实就这一部综艺完全的可以包含很多所谓的单身的状态 就是它是独自生活嘛 我接下来说的这些可能没有看过的朋友也能也能懂 就看你看没看过这部节目都不影响 它是虽然是展现艺人的日常生活 但是即便是不关注娱乐圈 你不追星 你不认识某些艺人 但是你也能从每一个养过的人的身上 能找到你自己的影子 它大概的一个模式是有一个固定的主持团队 他们叫彩虹家族 每一期或者是不定期的邀请艺人来作为嘉宾上节目 这里面其中不排除一部分艺人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工作而上的节目 节目会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当期艺人嘉宾 一部分是常驻的主持团队 其中之一的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片段 他的节目里面就会展现 同时展现这两部分 可以说就是一个上了电视的vlog 一个是观众的视角 一个是演播式的视角 以嘉宾的一些综艺感 和一些搞笑艺人的这种技能 根据当期的这个展示日常生活的片段 你抛梗 然后你接梗 或者是来吐槽 来增加一些综艺的效果 毕竟这是一个喜剧综艺节目嘛 所有的参演人士在那个时候必须是单身 真的吗 我不信 你要信 我信 对 是真的 就是在那个阶段 他必须是单身 他才会被邀请来参加我独子生活 还有很多独居艺人 也希望能够上我独子生活 哦 我其实 他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就是对于节目的内容来说 但是他的后期肯定还是比较麻烦的 对于内容来说 他其实是很平常的 很平淡的 他就是纯纯的展示你的日常生活 在你的家里布置的无数摄像头 但是会 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 我作为观众 我没有意识到有人在拍他 而且所有的艺人 所有的艺人 没有任何包袱 对 我看到有人在那个里面上厕所 就是真的是 你在现实里什么样 他们就在现实里什么样 不带妆 纯素颜 就是你在家的状态 就是他在家的状态 所有人都是 至少是参演过的人 包括偶像 包括所谓的电影演员 任何艺人 搞笑艺人之类的 所以就是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看到了好多 完全跟我一样 但是又有点不一样的 生活日常状态 流水账的Vlog 有你熟悉的睡姿 你一看 哎呀 我也跟他睡的 睡姿是一样的 吃饭 发呆 失眠痛苦 工作压力 一个人叫外卖呢 会点多 或者是你和家人打电话 永远是报喜不报忧 朋友来看你 你或者是和朋友定期的聚会 你自己一个人住 偶尔要去看望父母 你一见到父母 父母就会唠叨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结婚 你为什么还不找对象 因为他们还不生 是有共同的问题 对 我自己在家的时候 我去发掘新的爱好 我运动 我去遛狗 我尝试给自己 做好吃的 我收拾家务 就是好像在一个平行时空 有的人是和你一样 在家里面 特别无聊 特别孤单 就会拼命的找事做 也有的人是家里一团糟 也有的人是 如特别特别的自律 我有很多 就是督促我的那个 脑海里面的那个小声音 都是看这个节目告诉我的 因为里面有好多 艺人的日常生活是 天哪 怎么能够那么自律 自律到我觉得自己都惭愧 就是你突然感觉 哇原来是真有人这样生活的 独居生活非常的有序不乱 它真的会影响我 我因为你不是之前说的这个吗 我去看了一集 然后其中有一集是 他早上起床的时候 现在先把头伸出床外面 就是倒过来 那个状态 然后把脸那个推 我自从看了那个节目就磨着了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在犹豫要不要起床的时候 我都先把头伸到床外面去 就是倒挂着 然后开始要拍自己的脸 告诉我自己 清醒 清醒 真的有状态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节目 有什么样的魔力 这个状态好像就是 匹配了 就好像他就是我的邻居 对 或者是我楼上或楼下的朋友 做的一切我都特别有共鸣 有点像是普通人 那一刻他不在舞台上 对 就是他和我们一样 对 平凡的很 他遇到的苦恼 我们也会遇到 就大家有相似的烦恼 对 他也有垃圾不收的时候 对 也有衣服不折 就是放地上的时刻 像是家里的一团糟 他们身上有我们的 自己的一个模样 对 好像是看到了 特别打动我的一点 就是我看这个节目 我会觉得独居生活特别的棒 如果你连续着看节目的话 你会能看到他们的成长 这是我觉得一个节目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你能真正的看到一个人在成长 尤其是里面有一个嘉宾 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漫画家 他严格意义上来说 并不能完全的叫明星或者是叫艺人 一部分的工作是电视台节目 他从最开始窝在一个小毒尖里面 窝在家里画漫画 慢慢的你在节目里面看到 他自己有了自己的格子间 他签约了公司 他的漫画开始非常稳定的连载 甚至被改变成电视剧 改变成作品 他有了一定的名气 然后他后来终于有了良好的生活 有了经济条件 他搬了家 有了自己的一个小房子 慢慢慢慢的 他又一点一点的 把自己的工作独立的 从依托于公司 变成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工作室 他有了自己的员工 我就感觉一路在见证成长 其实那个漫画家 平凡人的一个成长史 他很能代表我们的生活一个状态 他有一部作品连载了十年多 终于要完结了 他熬了两个大业 录制的那一天晚上要结告的 但是那天晚上 他怎么赶都赶不出来 最后还是脱了 脱到第二天 所以那个节目的记录 真真真正的就记录了 他熬了两个大业 没有剪辑 没有让人觉得 你不是熬大业 你是剪辑出来 才显示的熬大业 是用快进的方式 他身边的员工呢 来来往往 上班下班 他甚至一天喝了 八九杯咖啡 纯美食 从早上喝到深夜 就为了有力气 去把他的最后的 漫画的最后的结尾 磨合得更好 所以他压力巨大 他可能这两天 也就睡了一两个小时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着急 我就特别 休息一下 希望他顺顺利 能把他的作品弄满 但我特别理解 就是他如果 在那个状态之中 如果按照大家说的 你去休息一下 那他的那股劲 那个神就散了 他就再回到这状态 就会非常难 包括Deathline 是第一生产线 这件事情 到那个点 终于结束的时候 你又痛苦 又兴奋 又满足 又失落 还觉得我有点后悔 也许我可以做更好 他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看到 他最后结完结完以后 他提交了 他提交作品 这十多年的这一段 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然后那一刻 其实已经是 第二天的夜里了 他又一个人 在漆黑的小工作室里面 坐着发呆 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 就真的就静静地待着 然后他也没有 和朋友去庆祝 也没有告诉员工 要干嘛干嘛 又是一个人 其实背影看起来真的 我当时一看 我说他那一刻 应该是挺孤独的吧 挺落寞的吧 他点了一份外卖 然后自己就蹲在 他的那个工作的 工作台上自己吃 那一刻我就掉眼泪了 就是有一种状态是 他那一刻完结以后 他也不知道自己 该做些什么了 当他真的忙到极致 然后又完全松懈下来之后 他就是左顾右盼 然后挠到自己 哎呀那一刻就是 他就是你身边的你 或者是你的朋友啊 就特别有公民 对特别有公民 他说这种 这么巨大的这种 落寞或者是失落 这种感觉 他能承受得住吗 你不会垮掉吗 可是他自己 在看着自己 他在演播室 然后他看着 他的这个片段 哎呀 我觉得他应该是 也挺感慨的 所以我能在 很多嘉宾上 嘉宾身上看到 自己的影子 我觉得这就是 节目告诉我的 你独自生活的 一种意义吧 对 因为我也看了 其中一部分 就是他们是过新年嘛 嗯 然后就不断地打电话 烦人那个 就是Henry 不停地打电话 给Amber 打电话给Amber 他应该是社交牛逼症 对我觉得他好烦啊 就是 和那个 Amber都已经不耐烦了 对但Amber脾气很好 然后他一个人 跑去吃韩餐 然后发现 经常吃韩餐的 那家店关门啊 他一个人买了点菜回去 然后做完了菜 让那个 那个灶台 就是我看着头皮发麻 特别想过去 给他收拾一下 这个时候 他打电话给所有人 就没有人 就在韩国的 外国艺人 都没有 对的 他妈妈打了个电话过来 他在他妈妈面前 他说的是 哦我过得很好啊 朋友都在 在那 那一刻觉得 可不就是我们自己吗 是的 嗯 所以很多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 就是除了工作室 工作以外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 觉得今天 可能要浪费了 然后一个人真的好无聊 然后感到特别焦虑不安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哎 那我 我独自生活里面 大家是 生活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 给了我好多力量 我不是 按着你的头 说 啊 你必须要吃这个案例 我就说这个节目特别好看 你必须要看 我 我并不是 我只是就是希望大家 如果能听到这里 听到我说的这些大白话 应该能感受到就是 就是生活的模样 这个综艺告诉你生活的模样 独居 生活 就是你 独自生活 或者是你的一些独处的时刻 可能 是特别 无聊 特别寂寞 也有可能 家里是一团乱 杂乱无章的 但是 大家其实 都有在 用自己的方式 对待生活 我觉得 单身 我一个人 或者是我结婚了 我恋爱了 并不是评判 你这个人 生活质量 好坏的一个标准 的确是这样 因为 以前没有 上大学之前 你因为经济原因 还是因为 你没有成年的原因 你是相当于 被固定在了 你的原生家庭 但你的父母 也有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们彼此之间 也是非常的 相对独立的 但是你真正的 你上了大学 你工作了 你哪怕组建了家庭 你有了对象之后 你依然有很多 类似的那种 孤单时刻 你推荐的是 那个韩宗嘛 我就想到 就是最近正好 那个俗女养成记的 第二季 也出来了 俗女养成记 说的是 39岁的陈嘉玲 在台北 后来回到了嘉义 就是台湾南部 她一个 特别俗气的女孩 就第一集 第二集 其实我看了两遍 我觉得不太好看 后来我看到 第二第三集 我第一集 我不行 我就看到第二三集吧 看过去 我觉得这部片子 的确是打动我的 你能看到 就是的确是 的确是一个 就是中华的一个基地 他里面说 他说 说二十岁喝醉酒 很可爱 四十岁喝醉酒 很可怜 我就开始想 哎呦 我喝醉酒 吐的那个感觉 这部片子好的是 它有一些 不同的视角 把她的成长之后 和她的小时候 就是柔得非常的好 中间就除了 她自己本人的 那个恋爱的 这种老生常谈的部分 其中有个特别 打动我的细节 是 她的阿嬷 有一天忽然说 她要搬出去住 就是一个老太太 就是 爷爷也在 大家一家子都很好 对媳妇 还有点拿婆婆的 那个劲 忽然有一天 老太太说 她要一个人搬出去住 然后家里面都说 你为什么什么 要出去 然后她老太说 让她去什么什么 我看她怎么样 就没有人能理解 所有人都不希望 都不希望她出去 所有人都觉得 你出去之后 会让别人觉得 我们不孝顺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出去 以大家子人 对你不好吗 我们团圆才是最重要的 对 让两个小孙女 孙女和孙子 跪在地上求她 阿嬷不要走 只有家琳 小家琳 问她的阿嬷说 你一个人搬出去 祝你快乐吗 之前所有的人 没有人关心 阿嬷开不开心 就一个奶奶开不开心 所有人都是觉得 你出去了 会让我们名声不好受 你出去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 她就会想各种各样的 但只有小女孩说 你快乐吗 阿嬷的快乐 你理解不了 就是阿嬷不会写名字 不会写字文盲 她叫李月音 然后陈嘉玲的爷爷姓陈 所以她在外面 应该说自己叫陈李月音 她不会写字 她想学自己的名字 后来嘉玲就说 我觉得李月音比较好听 然后就教她写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还是真的是挺打动我的 我觉得这部片子里面 就是这种细节 可能就是那一刻吧 你觉得一个一点都不孤单的人 所谓的儿孙满堂 齐居西夏 可是还是会这样 后来她的弟弟 在那里面是 陈嘉明 第一季里面是一个很开心的角色 就是说我有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也喜欢我 然后姐姐关系也很好 这样 但是她在第二季的时候 她有一次去了一个表演课 她遇上了另外一个男生 然后在这个时候 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她除了说自己的年龄 然后她说的都是 我家里是开中央铺的 我爸爸 我妈妈 我姐姐 或者说 就是说了这么多 她没有说过是谁 然后表演老师就说 我要听的是你是谁 你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你呢 自己没有了 就 对啊 你呢 那一刻就觉得 她其实看上去嘛 从小在台南陪着爸爸妈妈 接管了这个中药店 做了网店 对 然后各种 做了电商 她去负责姐姐情绪 相有一个环冲 告诉姐姐 悲伤五阶段 我养你 就那时候以后我管你 但事实上 她也是一个很孤单的人 哎呦 就是这部片子 真的是 就一大家子的人 特别热闹 特别有所谓的人情味 但是选择一个人 独自美丽 也要勇气 选择两个人 像嘉玲刚开始 那么想 结婚 结婚 真的 江大荣真的跟她求婚了 她的妈妈给她安排了 这些东西的时候 她忽然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所以选择两个人 可以大家自人 共同生活 也很需要勇气 可能有的时候 会像她一样 在刚失恋的时候 把一切弄得特别好 特别的自律 觉得哇 一个人特别美好 结果一个人美好了 没到两天 鹏花食品 沙花上吃的到处都是 对 自我放弃了好一阵子 是 唉 她的那个演员 叫谢银轩 真实生活中 应该也是 四十多 刚出头吧 她也是演了一些 其他的可能 类似形象的角色 比如说孤单的一个人 嗯 她在一个采访 叫做 一件衬衫 她里面说 她说 年轻的时候 自己的择偶要求 会比较具体 喜欢几块腹肌 身高有多高 对 但她现在觉得 能懂人与人之间的温柔 会比较重要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彼此帮助 彼此成长 能够成熟的对话 这个应该就是 两个了解 就是要两个 分别了解自己 懂得自己的人 在一起碰撞出来的 一段关系 可能是一段 相对良好的 理想的亲密关系 是 我忘了是主持人 还是她说了一段 好像是说 说可能有九成的人 都会向往爱情 好多歌词里面都会唱 说 希望他人来拯救自己 对对对 希望他人来完整 我这颗受伤的性 类似的这个概念 但是其实 相信真爱吧 但这件事情 真的不一定发生在 夫妻身上 真的夫妻的身上 婚姻关系的身上 也可能不是持久的 一直存在的事情 我觉得这部剧 可能 虽然可能比我 离我现在 还有一些距离 包括看陈嘉玲 一开始绝对不要孩子 后来又决定 又要孩子 到她就是 不断地心理历程的 这个调试 从她到大城市 然后到了所谓的小县城 拿出自己的积蓄 买了东西 去转行 做导游 所有的 她的这个发生的过程 看似她是一个人 每一段又是 有别人的帮助 其实她又不孤单 但是这些人 真正的看她 是不是百分之百 能够理解她 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的 我有的时候能感觉到 每一个人 永远就是 你独自一人 即便你身边 有很多人 这个话说起来 跟绕口令一样 尤其是当 你遇到有一些问题 你需要去解决 需要去面对的时候 我觉得你无论身边 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终归是我自己 来承受 同意 来扛 来解决 是 别人只是参考 对 身边有一个 特别好的伴侣 特别恩爱的恋人 但是我自己 遇到了事情之后 我非常明显地 能感觉到 这个事情 只有我自己面对 我要依偎在 爱人的怀里 那只是短暂的 一个依靠 等我自己站起来之后 这个事情 还得我自己处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非常明白 我就是独自一个人 但是我有一段 稳定的婚姻关系 但我也是一个人 我只有了解到 认识到 清楚地 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 这段婚姻关系 才会更好地走下去 也能让我能承受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你们两口子 会给我有一种 像是朋友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也觉得 就这一点是可能 有些时候 就是很难得的东西 因为婚姻关系 可能跟恋爱关系 可能又有点不一样 可能在于我们这种 稍微矫情一点的人看 婚姻关系 可能它更像是 一个财产关系 这个财产不一定是钱 而是共同生活的成本 而爱情就是 也不是爱情 就是感情关系 和婚姻关系 其实它中间 还是有一些差别 我在可能30岁之前 我特别排斥 别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一听 我就感觉别人 就是想让我去 进入某种市场 把我变成一种 流通货币 可能不太值钱的货币 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 虽然别人 我很排斥 我说你们给我介绍对象 我觉得你们又看不起我 但是事实上 我又很期待 那个时候 我很期待找到对象 我觉得我找到了对象 我组建了家庭 我就不孤单 或者我的孤单会少一点 这是我可能 30岁以前的想法 那个时候别人问我 你找对象的要求是什么 我哗哗哗 就能给人说3到5点 就很具体 就是说能具体到 就像刚才 谢盈轩吧 对 年轻的时候 但是到了30岁以后 然后我就开始 不排斥别人 给我介绍对象了 别人 就是给我介绍对象 我是觉得 可以看一看 虽然未必能成 但是可以看一看 我并不觉得 好像别人 真的是一种恶意 包括家里人 也会给我介绍对象 以前介绍相亲 我从来都不去 我可能 以前介绍那么多 我可能只见过一个 还是不小心饭局上 正好他给我传了 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没有主动地去 参加过任何的这种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有一种 我觉得我可以去聊一聊 然后之前有个朋友 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说是 离异 我个人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 因为30岁之后了 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并不觉得 离异 是一个什么 好像 可能是之前的错误的 一个搭配 所以他现在开始 分开了 我就问那个我的朋友 我说我 离异我也没有问题 但我想知道的是 他什么原因 为什么 离异 他现在有没有 就是准备好去接受 下一段 对 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好像看上去 我现在的配合度比较高 然后我朋友就说 我现在没有想到 你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状态 我现在都会写自我介绍 我以前都是 都不写自我介绍 然后他慢慢 我要照片 我都没有那种 但现在我就不会 我虽然配合 但我对这件事情 又不会抱有热忱 我现在就开始不觉得 找到了一个对象 组建了一个家庭 或者是生了孩子 我就不会孤独 是的 你就有了终身的依靠 并不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看一个 就是国家的 中国的一个统计年间 里面有个数据 说2020年结婚 登记大概是800万对 其中有200万对是再婚 那就相当于说 再婚占了 整体的登记率的四分之一 他们可能在第一个选择 是不适合自己的 所以他们才会分开 那再一次这种 就是再结合 是彼此有可能 是需要互相的陪伴 这样想想也是 挺正常的事情 这种其实选择 也不是说 真的能怎么样 在我心目中 那可能就是 可能有点暗黑了 我觉得真正的是啥 就是Bonnie and Clyde 就是死雄大盗 就陌路狂话里面的 那两个女性 包括天生杀人狂 那个有点就是 反人类了 但是那种人 就是在那种 极致的状态之下 求生欲的状态之下 我觉得两个人 才能双剑合一 发挥出更大的 那个价值 否则正常的人嘛 你感情在一起 也会不安的 但你没有爱 你又会恐慌 你又会恐慌 人啊就是这样 是吧 我觉得人是需要 人在某一阶段 或者是某一些时刻 是需要依靠和互相依靠 但人不能像一株天然的 衣服性植物 就是你天然的认为 我就是需要有人靠 我的肩膀让你靠 就像日间起场的 我让你依靠 只是那只是一个时刻 和一段过程中需要 但是我不能天然的认为 自己就是 就比如说 我自己要成为一个树 对 我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 向上的一棵 或许是七星怪状的树 但是我不能天然的 成为一种衣服性植物 我只有衣服着 它能长得更好 这个可能就跟 我要不要一个人 我永远一个人 有什么问题没有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只有别人觉得你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太在意 别人认为你有没有问题 我们家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你的问题就是太独立了 我妈也这么跟我说 是吧 我妈会说你好独啊 这个独是独立的独 独自一人的独啊 但是这个独 他又会觉得像是一种 自私 他会觉得这像是一种自私 太在意自己了 对 我觉得我最缺的 就是太在意自己了 我应该更在意自己一点 是 这种好多人 是把自己实现不了的事情 放在了别人身上 对 但是当他 别人有期待 但是当他一个人 安静下来 思索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孤独的人 有一部就是 14年的吧 畅销书 叫做无声告白 是那个吴启石 是一个美籍华裔的 一个女作家 叫做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Celesta Inn 她的那个书的封面上 写了一个叫做 我们终此一生 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本书呢 它是讲了一个 在1977年 俄亥俄州的一个故事 她的妈妈叫Mary Lynn 是一个想做医生的白人女性 她认识了这个书里面的 这个父亲 一个哈佛的高材生 James Lee 因为母亲以前在70年代 五六十年代嘛 总是希望就是 未来的女儿 稳定一点生活 成为家庭主妇 但她自己想做医生 有所事业成就 所以她逃离了家庭 她才上了两个月 大概九个星期之后 发现自己坏了 就是认识了James 所以她就生了孩子 没有想到她变成了 她原来她妈妈心中 最想让她成为的 家庭主妇 美国当时的最佳职业 就当时的美国的 对 理想状态 对 结果她又生了第二个孩子 她忽然觉醒 她说我要离家出走 我要追随我自己的梦想 就像月亮和牛选事一样 她就走了 她的老公就会觉得 我被抛弃了 就很难过 因为她这个爸爸 亚裔以前一直在那个 能战 包括有段时间是 被歧视的 所以她很希望 就是能够得到一些 就是社交 但她却没有 她会被别人当作 中国人 或者亚洲人 她会去解释 她说我是美国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 她也没有在意她的孩子 于是孩子里面呢 哥哥 是找到了一个宇航 她喜欢宇航 然后开始看书 二女儿 Lady 她体验的那种孤独 就没有办法说出来 后来这个 就是她这个 这个女 这个Mary Lynn 她回来了 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怀了三女儿 我看有的书评是说 因为她已经脱节了很久了 她没有办法跟得上她的课 所以她才回来的 但是这个就不知道 这是书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去猜测了嘛 三个孩子里面 二女儿Lady 因为她是觉得妈妈 走是因为自己 所以她愿意付诸一切 只要妈妈回来 妈妈对她的希望是 希望她成为一个继忧生 而父亲以前受排挤 就希望她变成一个 社交小达人 她希望她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家里面 另外两个孩子 就相对没有她 这么受到关注 老大后来考上了一个 哈佛 应该是 然后准备出去读书 Lady也觉得 家里面原来只有哥哥 能够懂我 现在哥哥也走了 嘴她不想让哥哥走 她也 她不想一个人 但是哥哥觉得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家里面没有人关注我 所以我要走 我要去寻找我的世界 三妹是那种 特别会阅读空隙的人 她很清醒 他知道我是一个人 而且我接受了 所以她把自己 一个人藏起来了 内心 对 后来有一天 船在湖里面 她跳下去了 她不会游泳 她为什么要跳下水 她生活中和家人的期待 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只有她的小妹妹 哈娜 知道 可能就有所了解 最后到底她是自杀 还是她想清楚了 下去想挑战自己 不小心被淹死 没有明确的交代 有一些不同的猜测 但是她那一刻是一个人 在湖面上那一刻 其中很打动我的一个部分是 她的哥哥特别优秀地 考上哈佛的哥哥 一直怀疑 隔壁邻居的坏男孩 叫Jack Lidia去世之后 Jack来安慰哥哥 他们之间有一段同性之爱 在70年代 一个白人的坏男孩 他是跨种族 跨性别的恋爱 一直觉得自己很孤独的 一个人的哥哥 其实不是一个人 其实一直有一个人 在守护他 一直被大家当作 Starkid 就是掌上明珠的 这个Lidia 其实他在学校里面 没有朋友 他的学习也不好 他也一个人出去 他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他唯一觉得 能够理解自己的哥哥 却决定要去哈佛我 说的就是期待嘛 每个人都期待 其实他们家 每一个人都特别孤单 看似是一个大家庭 但是都特别特别的孤单 而每个人都在摆脱 别人对他的期待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原文 原文不太难 因为有一些就是 一部分可能多元文化的东西 可能在有一些调整吧 就包括我之前说的 那个俗女养成记 如果可以的话 我建议也是看一个 完整版 未删减版 因为可能跟我们的主持人 都可能有一些 出入的地方 我建议可能看一个完整版 你更能知道 这个作品本身讲的是什么 想要打什么 对 也不是说完整的 我就说 这个是最华彩的部分 但这是一个最正常的部分 你把它如果换上了 你也能够感觉到 一些更细腻的情绪 我当时想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说 是的 就是每个人都是孤单的 其实 家庭 女里面 其实也在讲 陈嘉玲 想摆脱他人的期待 是啊 他返回台南 其实一路上 也是想 自己寻找 自己的一个过程吧 对 其实别人对自己的期待 对自己来说 其实是最孤独的事情 对 他去参加前男友的 那个婚礼 对 包多少钱 不想包太多 结果被 包了两万多吧 一万二 就被抬上去了 没办法 只能就是 给出那么多 当身边的人 都是很热闹的时候 被拱上去 接抛花的时候 那一刻 他明明有对象 有姜大荣 姜大荣还不错呢 对吧 但不是 不是那样 那种感觉 好多这种题材 都是这样 但是我也发现 好多这种题材的 主角都是女性 你刚才在说 那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突然想到 就鄙视这本书 因为你说到女性 是一个女性的 一个视角 我突然想到 是读客的那个 对 那本就是那个 阿尔贝托的那本书 鄙视 今天好像有一点点火 还是怎么着 好多人聊起来 我突然想到 里面说到 刚开始说 女主是 为了追求梦想 想突然的 抛下一切吗 这本书的书腰 其实在讲了 两个人的婚姻 出现了问题 她想让我们 能不能够重新相爱 她的腰封是这么写的 我以为呢 就是在没有看 这本书之前 我以为这是一本 就是也是 解决问题 寻找真爱 救赎 彼此的这么一个 过程的一本书 但是我在读 这本书的时候 我真的是 我时不时就想 把书摔了 时不时就想把书摔了 不是说这本书不好看 就是法 就是有一种 作者写的东西 有种共情 我气到 我真的想摔任何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看一本书 气氛到 如此 那说明 作者很成功 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 他在说鄙视 其实是说 作者 描述的这位男主人公 意识到 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产生了鄙视 他认为这个鄙视 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一直在书里面描述的一种状态就是 我要寻找答案 为什么妻子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妻子一步步的远离他 明明两个人曾经很相爱 可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他现在所努力工作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和妻子以后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可是为什么就在这个路上 他妻子反而不支持他 而是离他越来越远 然后他觉得妻子在鄙视他 他接受不了 妖峰写的是重新相爱 但是书里面其实是相反的 他里面呈现的一种过程就是 可能听上去看上去觉得 哇一个能解决婚姻问题的主动积极解决婚姻问题的男人 其实是挺难能可贵的 但其实他根本没有读懂女人 我忘了是谁的哪一位学者的一个评论是说 男人好像心智 或者是男人的一种思考能力 就挺一部分啊 一部分男人 不是所有 只停留在了青年或者是年幼阶段 他根本不想去思考或者是深度思考女性在想什么 这本书里其实大致的内容我就不描述了 他中心的意思其实是在讲 他发现他的妻子鄙视他 并不是说他接受不了他自己有什么错 而是他承受不了我的妻子竟然能鄙视我 当我看到这个权利关系 读到这个这会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其实他才是最鄙视他妻子的一个人 他根本就没有尊重他的另一半 所以他的妻子一直要离开他 要回娘家 要离开他 要独自生活 他似乎营造了一段相对完美的婚姻关系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妻子想要什么 也不尊重他的妻子喜欢什么 我觉得他在这段关系里面 是那个最最最最最孤独的人 给你气的呀 特别生气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男生都应该看这本书 是 或者我把它也列出来 就是我真的特别气愤 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看这本书 如果说金志英 就82年的金志英 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悲哀 有一种怅然 这本书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愤怒 对 而且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男人 都是这么想的 他根本不想考虑自己的妻子 或者是自己的另一半 到底要想要些什么 关于这本书具体的一些 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们可以放到最后呢 年终总结的时候再说 只是我来想说 这个书里描述的一种现状 就是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面 你对对方没有足够的尊重 这个我很同意 你没有对对方有足够的尊重 那么你永远是所谓的 那个意义层面上的孤零零的一个人 你就该那种遭受另外一种 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惩罚 你说这个是的 我气死我了 你想到这本书 不是说这本书不好看 而是 因为他描述的东西实在是太 让我觉得 哇 原来真的是这样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最可怕的就是 两个人没有共同的认可的点 只要有认可的点 不管你是什么关系 哪怕是在职场 就有的时候工作中 你觉得不孤单的时候 一定是你被人认可的时候 对的 尤其是他认可的是 你很在意的东西的时候 你这个人感觉自己 最没有价值的时候 是不被认可的时候 婚姻关系 朋友关系里面 我给你发了一个东西 你根本看都不看 因为你觉得我们俩根本都不在意 对 这就是你不认可我 那这一刻我其实是一个人的 我发出去的信号是没有人接收的 对 是无效的 这个时候我是一个人 但是只要我 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种一个人的状态 但是只要我发出去的信号 有人接收 有人回应了 我都不是一个人 那没错 我的状态可能是和一个 相隔3000公里的朋友 对 对 就只隔了两个屏幕嘛 就像陈嘉玲的妈妈 她的扮演者叫于秀琴 但是她好像现在改名叫于子玉了 她曾经是锦绣二重唱的主唱之一 不知道 这么说才知道 古早的偶像那个 女子天的 女子团体 对 然后她有首歌叫明天也要作伴 其实她就讲的是 不管是天涯两端 只要情音够长 圆就不短 常常联络 不准懒散 然后要么就是 如果有事 你要要人商量 我最喜欢 欢迎找我麻烦 有回应的话 无论我是 你看上去的 我一个人的状态 但是我永远也是 身边是有人的 是 陌生人之间也可以连接起来 一个演唱会 一个live上面 一群人一起蹦跶 一起嚎叫 一起嘶吼 你和另外一群 喜欢看漫画的朋友 大家在一个群里面 期待书到来的时候 你和另外一个人 同时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这种时候就是 彼此只要有 彼此认可的时候 就这种时候 都是不孤单的 但是这种时刻 肯定不是常态 对的 如果要是常态 它就没有那么珍贵了 但是如果说 可以的话 我们也 就是还是要 试图去寻找 真爱可能存在 它不一定降临在我的身上 这种共鸣感 可能它是有 但不是一种 长期的状态 更需要去练习 我觉得就是 林优佳那首歌 练习一个人 一个人再练习一个人 我们一个人去上班 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 它的那个最后的 那个结尾 其实是非常存在主义的 一段词 对 三段词 它说 没有人 在等着 一个人 一个人 在等着 没有人 没有人 在等着 没有人 嗯 嗯 真的就 没有人 在等着 没有人 这个 这个特别 耐琢磨 可能正因为是一个人 所以才要活出 自己的精彩 两个人 或者是一群人 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要知道自己的价值 但也要知道 自己和别人的 不一样的地方 对 如果你正在 独居 你正在独处 你选择一个人 其实我应该恭喜你 对 你应该恭喜我 你终于 自己为自己说话了 我有 我有这份勇气 你有决定你自己生活的 一切的决定权 随便的将就 其实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是的 相反 你能够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坚持 自洽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能让自己感觉踏实吧 对 就算是很不错的选择了 你在一段关系之中 也要有自己的独处的时间 那个让你感受到踏实 平静的时刻 搞定自己的负面情绪 然后把自己的所谓的开心的情绪 不要让它太膨胀 嗯 但是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嗯 也挺好 同样 如果能做一个心爱理得的母亲 妻子 丈夫 儿子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更重要的是 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马莎莎莎 有一个Vlog 说的是去魅 嗯 说不要对一个东西 有太多的滤镜 那个Vlog 我觉得挺棒 嗯 那个她说完去魅的这个概念就是 也就一个人这件事情 也不要对他有太多的滤镜 不要太在意 对 不要太把它当作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件完美的事情 嗯 也许我们都是在不断练习 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练习孤独老死 这不是必经之路吗 对 谁知道之后的事情怎么样呢 对 走着瞧吧